今天带大家看看什么是真正的樱树花 就是可以制造鸦片的那种樱树花 大家看见眼前的这一株是野生的 就这一株 先从它的叶片来看 叶片从茎分出来 就单独的一片 像伸开的手掌 叶的边缘有锯齿形状 前面拍过 鱼美人的叶是对身的 叶没有那么宽 像羽毛一样对身 真正的樱树花 是从这个茎分出来 这么一片 更宽 还有一个特点呢 是茎和叶上面 很光滑 也有少亮的 白色的绒毛 但是鱼美人呢 茎和叶片上 分布着密密麻麻的绒毛 大家再仔细看看 这样可能要清除一点 再来看看它的花 这一株玫瑰红色的 这一株玫瑰红色的 颜色很艳丽 还有从果实上能分辨 因素呢 真正的因素呢 它的果实 是圆肚型的 像一个圆圆的肚子 而鱼美人的果实呢 是一个圆柱体形状 其实呢 说到因素 人们就想的鸦片 但是德国人 却用因素的种子 因素籽来烤面包 其实因素籽 没有毒 也不会成瘾 成瘾的是 它的果实 割开了 流出的那种姜叶 凝结而成的鸦片 才有毒 成瘾 而在德国超市 我们很容易 就能买到很多 因素籽 用来烤面包 或制作其他的 蛋糕啊 或者什么其他的食品 但是呢 一种因素籽 是空焙过的了 是熟的 就是说 你买到 你也不可能再种出 因素花来 再来看看它的果 不同的角度 现在我们再来对比下 鱼美人的叶子 大家看看 这叶子长长的 它是两片对半 单独的叶片 像羽毛一样 而且 叶片上面 分布着密密麻麻的 白色的绒毛 花茎上 看见没有 比刚才的樱树花 真正的樱树花 上面的绒毛 密多了 密密麻麻的 很多 而樱树花茎上 基本上没有 偶尔分布有少量的 很光滑 而这个密密麻麻的 毛茸茸的 甚至感觉有点 好像有点扎手 而鱼美人的果实呢 大家看见了 它是 通常是圆锥体 圆柱体 而这个有点像圆锥体 种子 它不是圆圆的 像圆肚型的 像一个球形的那种 所以它是鱼美人 我们再来仔细看看它的 茎和叶上的绒毛 密密麻麻的 白色的 很多很多 还有叶子是对生 羽毛状的 这是鱼美人 还有就是 从果实上来分辨 它们的区别 分辨鱼美人和真正的 樱树花的区别 基本上从这三点 就能分别出 到底是 樱树花还是鱼美人 因为单从花的形状 和颜色方面来分辨 这两种植物 确实是很难 如果你记住上面的这三点 基本上就能够分清 樱树和鱼美人了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